全眾在街上熱烈歡迎 北朝鮮領導人金正恩 在父親和祖父肖像前 投下神聖一票 北朝鮮每五年舉辦一次的 最高人民會議大選 民眾登記領票 一切看起來都相當普通 不過一進到投票所內 只看到一個票箱 各選區認可的候選人也禁止一位 連話押都不用就直接投票 事實上這場選舉形同虛設 每次的得票率也都將近百分之百 而主要目的就是要鞏固金正恩政權 然而第二次川金會破局 金正恩急著穩固國內軍心 而美國方面 雖然發現北朝鮮有重啟核能的跡象 還是樂觀看待接下來發展 國家安全顧問波頓接受媒體訪問 表現態度開放 美國總統川普也是再再重申 和金正恩關係良好 願意繼續磋商 不過目前兩國非核化問題 始終談不攏 要等到第三次峰會再開 恐怕還沒這麼快 大愛新聞 陽晴編譯